今日大市都是向下的,板塊方面只剩下資源股方面,例如石油、天然氣、黃金、貴金屬、煤炭可以上升,其他全部都是下跌,反映了大市全面向淡。 今日的期指方面,在周線圖上,已經試圖繼續試以前的低位。 如果一下破以前的低位,大約是二萬二千多,後市更加要向淡。